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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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总共就是十个礼的名字 就这样混在了一幅对联里面 所以这个礼的名字 还不是眷村的名字 就是十个礼的眷村名字 就是有富国礼 富华礼 胜利礼 成功礼 光复礼 胜利礼 然后省州礼 这些礼的名称就刚好是一幅对联 对 但是也是过去眷村的名字 眷村的名字跟行政区域的名称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哪些眷村 比如说你们是金中二村 我们家是甘城二村 是陆军 一听名字就知道 你们那边有哪些眷村 我们那边的话有 有那个金中二村 金中九村 还有影居山村 还有那个 泡啸的一个 汤桑新村 对 还有池光九村 所以你们以前编班是不是也是跟我们一样 就是说大部分都是眷村的小孩编一班 我们以前那边都是眷村的小孩 全部都是眷村小孩 对 你的口音让我觉得有一个问号 说你真的是眷村小孩吗 因为你有一些闽南语的腔调 是不是在南部长大的那个环境 你会说大事吧 会好会好 就是说也听得懂 那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历程 让你觉得有一些遗憾 而你想 如果有一天假以时日 你希望把眷村再回魂再重新盖回来 因为其实我当初一开始在选上里长的时候 那就是发现到社区其实很缺乏一些公共空间 那因为当时就因为公共空间的关系 所以想说那既然国防部在眷村改建 那照理来讲 眷改条例上面也有写说应该要给地方 有一个公共空间的一个场地 那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就跟国防部问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要一些下来给社区做可能做活动中心 还是做一些可以陈列文物的地方 要一些空间 对对对那国防部就说 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决定 这个必须要文化部 后来就提到文化部去 所以这个以外有没有一些官员 他是藐视或者鄙视 觉得这些旧东西 甚至觉得不值得嘛 有这个概念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眷村在改建 那时候 因为非常多的眷村同时间改建 那我们那时候在同时间也在要求他们说 可不可以帮忙留下眷村的一些 我们想要的一个场地 那时候的 就是有一个那个 算是他们的那个委员 外聘的委员 他们就讲说 你们这个眷村跟人家其他眷村长的一样 都是妇联会盖的 那因为你们是妇联会盖的 那全台湾大概超过六成都是妇联会盖的眷村的话 那你要下来的话 那六成的眷村也拿一样 那怎么办 那你觉得你们的眷村有特色吗 其实特色 因为不可能完全全部的眷村都保留嘛 对 而且况且有些都拆了 对不对 盖回来更难了 对 所以他那时候 其实他讲的很有道理的就是 你们眷村没有特色 你们眷村没有名人 然后没有不是属于那种日式房舍 没有什么古迹房子 有没有特别大 有没有特别好 有没有特别漂亮 然后附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景点 所以他觉得说 你这边这样留的话 好像没有道理 你们有没有什么文物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 因为又同样都是妇联会盖的 所以变成说 因为大家都长得都类似 然后可能都是同样的东西 结果后来就想说 因为 结果我们后来反而发现到 大家共同的记忆必须要被消灭掉 结果反而留下来是那些 大家不容易看到的记忆 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眷村文化 好像他的目的跟原来的 就是本来要保留那个价值就有点 反而是背道而止的 因为他应该要留下 所谓长明化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留下那些特殊化的过程 因为特殊化好像会被人家感觉起来像特权 所以现在很多的眷村 眷村我们在做他的规划说 全台湾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眷村保留 是因为他是日式房舍 对他是属于跟日本建筑有关的 那有一些就是他可能还是高级官员的 那这个又占了也是 我有去屏东 就是这一次四天没去驾训 江军村 你没有孙女人行馆 对不对 我要告诉冠宏 你知道他们说有名人什么 我告诉你 有名人的眷村也没保留下来 还蛮多名人的 对 只是触目一心啦 那冠宏也不能够免除 就是说跟你的童年记忆 或是你的成长记忆是有关的 那个撇不掉的 抹不去的 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就你来讲 心中始终挂着是什么 因为其实住眷村的时候 其实小时候 算是一种比较快乐的成长的那个过程 所以其实整个在眷村的生活里面 不会感觉到眷村好像有什么特殊的一些 可能不一样 就是可能就我们像小时候 可能都跑到人家家里面去玩啊 可能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一起吃东西之类的 这个我想大家共同的记忆都是一致的 是一大家子人啦 对对对 好像共存共荣 大家是一个村子里面的 然后围里把我们围起来的 对 经历过台风 也看过威廉波特的哨棒 然后大家放过鞭炮 过年过节 那跑到这个同学家做功课 跑到邻居家吃饭 对 像我们家很特别 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 大家都会把 就是各个婆婆妈 可能就是端一锅 他们自己的菜色 就让我们家 然后大家交换吃 对对对 然后有可能就是哪个人 煮的比较多 今天可能就是谁做 所以我们家其实反而是一个 很集中 让大家一起来吃的一个地方 谁家今天做包子 就送我们 严家送 不然我们家下次包的粽子也回送 我们是天天在吃这种东西 就是说大家 大家很有可能今天是 谁煮酸辣摊 然后谁做什么面之类的 因为大家都是在 在我们家那边 就是做一个食物交换站 是 对 其实冠宏 记忆是保留的 保留在脑海 但是呢 当眷村改建 我们说好听是改建 那说 南庭就是去除了这个先前 由复联会干的那所有的老式眷村 那金光宏抢下了一些东西 我们等一下来看他这个未来 或者说他想要做到什么地步 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一个眷村武务馆了 现在是大概东西摆到那边 他去到处去搜 而且他还把眷村的美食再度 这个延续下来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告再跟他来聊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 台南市永康区成功里的里长金冠宏 如果乍听之下 你会觉得访问一个里长干嘛 那这位里长非常特殊 他是老兵的后代 那为了抢救眷村 甚至有一个美梦 是想把他在复活 大复活 他开辟了眷村武务馆 这个冠宏 在你抢救这个眷村武务的这个方面 你敢跟全世界讲说 我们这边抢救下来最多 有超过一万件 有哪些东西 我们其实最主要 从我一开始要去做 这个捐冲文化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有一个很让我感动的事情 就是我们有一个老伯伯 那就是因为他往生的时候 他就托他的子女 就是把他的文物送给我 那他子女里面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文物 就是他爸爸留下来的草鞋 那这个草鞋 他就是就他们跟我们在转述的时候说 他们他做这双草鞋 其实是连他们子女都不能碰的 那他跟我讲的故事就是说 因为这双草鞋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 因为家乡被就是在那个战争的时候 然后被占领了 所以便说他爸爸就不得不离江背景 然后加入了军旅的行动里面 那因为这个原因 随便说他妈妈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他爸爸的妈妈 就是他奶奶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就要去当兵了 所以就缝了两双草鞋 跟那个一些干粮 就让他随身带着走 那那双草鞋又有一双穿在脚底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着军旅就下去 做一个作战 对 作战的一个过程之中 所以那那个草鞋因为很容易磨坏 那因为部队里面其实都会编草鞋 所以便说他妈妈给他那双草鞋 后来就第二双草鞋就没有再穿 那这样辗转来到 他把他保留着 对 保留着 然后就这样来到台湾了之后 那因为台湾也不会再穿草鞋了 所以便说他那个时候 他就他只要一家 他只要一有心情很高兴 我就今天我有升官了 或者今天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或者是家里面的小孩子 可能会有一些那个 或者他一想到家的时候 他就把他就自己把门关起来 然后把窗户什么都锁起来 因为他们小朋友在讲 他爸爸就自己独立在他那个书房里面 然后就不出来 很有可能就是一整天 然后就是看着那双草鞋 就独私人 唯一可以跟母亲 对 连结的就是那双草鞋 对 那双草鞋 所以那双草鞋 我们看的时候是非常新 非常的好 就是连窗都没有穿过 就是因为他的保存是非常的 对 我在资料上看到这些 另外还有一个用炮弹壳做的 爆米香 对 我们小时候建成的爆米香 对 那个是 一般来讲的爆米花鸡 它都是一体成型 对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物力尾间的时候 所以有老兵就是要做爆米香 所以他就是直接就把炮弹结下来以后 然后就给他做出来 这个很强 对 这个就地取材嘛 对 最熟悉的 但是他这个废物力用 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对 那还有当然军服 军帽 对 还有军皮带 还有军裤 鞋子 这些都是可想而知 还有什么特殊的 你们甚至还到各地去搜罗 因为如果陆军的眷村 没有空军跟海军的眷村 你们还到处去搜罗 对 我们其实相关的东西 包含当时的一些补习症 对 像我们老兵有一个 我们其实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有个老兵 会让我们很感动就是 他其实他会亲手去缝一些东西 那在缝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 因为其实老兵的心情 他最容易从他的一些文物上面去表达出来 所以他缝制了很多 就是像那个时候对治抗战 因为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八年战争 其实对于这群老兵来讲 心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痛 所以他在他缝制的东西上面 就会写出什么那个 八年抗战血泪死啊 炎黄子孙不可忘 缝了一些情绪在里面 对 那那些东西其实他缝的时候 他缝得非常的漂亮 有点像写书啦 一字一类 然后他是缝的时候 就把那种心里刻画的那几个字 把它刻在那上面 对 而且他缝了相当多的数量 那我们一直都觉得说 哇这个伯伯真的很厉害 让人家真的觉得很敬佩 对 是那还有眷村的美食 这几年你也不忘 那一有时间就把它推广出来 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有办一个所谓的年货大街 那年货大街我们打的名称叫做眷村美食街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品尝眷村美食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会送四千份的早餐 就是让大家鼓励来台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吃早餐 送四千份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会找二十个妈妈 然后每个人准备两百份 是 两百份的早餐 然后就是说你只要在现场只要来签到 我们就让你去领卷 然后用卷去换早餐 这也可以显现我们金光宏这几年 也在做村内村外的一个联系 尽量把他们都通通揪住 当然老的一代都凋零了 我们是所谓的什么刘爸爸刘妈妈 他们可能过世了 可是你尽量把这二代 或者说还齐老 齐老留下来 你尽量保持一个联络 那我们就拿早餐来讲 有什么特殊吗 你们家以前吃什么早餐 对啊 像早餐来讲的话 其实眷村里面最 大部分大家都是吃像包子 馒头啊 烧饼油条 对对对 这个就是很基本的这些早餐 那我们的早餐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就 我们就换另外一种形式 因为眷村的早餐 其实如果说假设是外面卖的早餐的话 我们觉得那种家 那种家的味道还不够 其实我有时候开车 我经过有一些什么什么豆浆 我再也喝不回来 就说我们那时候的那种香味 那种味道 也蛮可惜的 但是在你们那边可以喝回来吧 应该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那平常想见的包子馒头啊 像大卤面啊 珍珠碗 那个什么 獅子头啊 粉蒸肉啊 什么的 一大堆这些东西 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 然后其实也普及到我们台湾的美食 这个成分里面来 那我最后想请教你哦 你跟我过去访问过的有一些也是想保留眷村文化的这些领袖们 你们的做法不一样 你始终有一个美梦或是迷梦 是希望把过去的影像 或是把这个过去的眷村能够盖回来可行吗 我个人是觉得目前目前整个的文化的过程中来讲的话 反而比较适合用我的这种方式 因为大家其实在做眷村文化的话 大家只有保留房子 可是却没有针对于文物 针对于那一段历史故事的一个温度 那我们其实在做的部分 我们就是希望借由文物 去让人家能够知道说 这个历史的温度在什么地方 那尤其现在全台湾在做眷村的 几乎都是以他当时被保留的那个眷村做一个主体 而不会去做一个更像往外扩展的一个工作 所以导致现在在做眷村文化的话 往往都是陷于一个区域型的一个眷村文化 那我们在做这个眷村的时候 我们是搜罗全台湾所有各个地方的它的文物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搜罗得到文物 其实我们都会做 所以我们可以号称说 我们有上万件 甚至可以比他们本来的区域的文物的量还大 就是因为在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不应该去 既然要做眷村文化 它就不应该只是只有针对于自己当地而已 那如果说假设你今天你要做的是属于一个 全国性的一个文化来讲的话 那你还用你现在的这些眷村的话 那你会很格格不入 嗯 变成说你用你用小区域 可是你要做大文化 嗯 这样子比较做不到了 嗯 你哪会盖几栋回来 嗯 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跟文化部可以去讨论 至少有一个区域 对对对对对 而且让你上万件的这个文物展现出来 对对对对 其实我跟冠宏一样 我们去到很多被当样板 所谓眷村文化保留 大部分都空壳子 对对 他表了一个外观 可是都被什么文创团体 是的是的 不是说不能进座 而是说你们是空的 艺术家啦 对艺术家 好像就觉得名正言顺了 可是事实上那不是眷村 那是后来转型的 对对 可能他作为一个餐厅 对 可能连里面的精髓 真正的牛肉没有留下来 这是非常可惜 所以你希望能够回复 而包括你的内容 就是这些文物 能够让这些重新 这个回到这个空间里面 而且他能够得到一个真正 整个文化的温度 是 而不是他只是一个文化温度的其中一部分 是是 我们是希望回溯到整个的温度 是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就跟光红聊到这个地步 那我们未来如果任何风吹草动 我们就用连线的方式 因为你今天非常感谢你远道而来 从南部北上 今天先非常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马上进行 我们第二个小时节目内容